红外线 请把这个模组拿出来 然后请你自己接线 接线的时候考虑一下 请问这个是输入还输出 它是资料进Arduino 还是Arduino送资料去控制人家 这个是避障模组 它会侦测前面有没有障碍物 输入对不对 因为它的资料会进入Arduino里面 所以它是输入模组 输入模组要接在哪里 A的那一排还是没有A的那一排 A的那一排对不对 所以 好所以呢 你看一下 这两个 请问是用有A的还是没A的 有A的对不对 有A因为它是类比 因为它进来的数字会是0到1023中间 那个跳来跳去的那一种 所以它会是输入 那至于你要接在0到5哪一只脚 随便离 随便离 所以请你找一个三拼的线把它插上去 如果你怕插错会当机 你可以先把它离线 先把USB拔掉没有关系 那这一套应该是不会的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好请各位先把它接线接起来 然后接完之后呢 麻烦各位哦 就是你先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输入数字会不会跳 那我们昨天有讲怎么可以看到那个数字 对不对 看你要用说的还是把它放进变数 还记得吗 来请你先把先让它可以观察 做准备還要外费 我 forwards ,... 嗯 嗯 6 很 黄